但是吸取并没有结束 韩宇直接开启了自己的光之庇佑灵卢 潘西坐在那里沉声说道 彩儿 那些吸收其他人的 以我的灵卢作用 应该能让你吸收得更多一些 彩儿默默地点头 死身镰刀闪烁 第二个落在了灵芯的身上 此时光之庇佑灵卢 已经将灵芯 段义和杨文昭的身体 全部地笼罩起来 令他们自身的灵力高速地恢复着 死身镰刀上充满了威严的冰冷 不断闪烁 在私人身上不断游走 吸收着他们每一滴灵力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 还都能保持斩资 但随着灵力大量的消失 虚弱感令他们不得不坐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这份吸取足足持续了一顿饭的功夫 而彩儿 从这私人身上得到的灵力 已经是高达了十万以上 这都是光之庇佑灵卢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灵卢 彩儿能够从他们身上 吸取到六万灵力 也是相当不错了 足足十万灵力的注入 令彩儿全身都弥漫着 一层浓烈的灵力波动 淡淡的灰色气流 在他身体周围轻微地波动着 之前被他吸收的死人 曾经感受过的那份冰冷危言 此时 所有人已经全部都感受到了 而天空中的死神光影 也变得越发清晰 除了脸部依旧虚幻之外 哪怕是他身上的灰色甲皱的 每一个纹路 在此刻都是清晰可见 手持死神镰刀 彩儿向伙伴们缓缓攻身 在他眼眸深处 充满了绝绝的味道 光之沉溪灵魔团的灵魔者们 都感觉到了心头一沉 彩儿眼神的决绝 充斥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死机 他已经是抱着闭塞的决心 来进行这一战 可是这个时候 他们谁也没有去阻止彩儿 因为他们知道 现在没人能阻止得了他 深吸口气 彩儿手中的死神镰刀 落在了底面上 顿时 在他身体周围的灰色光芒 就像是之前胸口处的 灰色光团一样 呈现漩涡波动起来 一道道灰色光笔 围绕着他的身体 悄然流转 而彩儿的双脚 已经是悄然离地 如果非要形容此时 给人的感觉 那么虚无二字 十分的合适 哪怕是在他身后的伙伴们 都感觉到此时的他 有着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一层层灵力 不断从彩儿体内 涌动出来 滔天杀机 就在他重新拿起 死身镰刀的一瞬间 爆发了 能够清楚地看到 一道强横的灰色光芒 宛如皮链一般 向前方 冲击而去 选择的冲击路线 赫然正是光明 与黑暗之间的 那一层白色屏障 就在彩儿出手的同时 金色 与黑色两个 截然相反的世界中 两道光影 同时出现 在这一刹那 光之沉袭的众人 只觉得仿佛 在这永恒之塔的 第六层 同时出现了 太阳和月亮一般 没错 就是这个感觉 代表着白天的太阳 和代表着夜晚的月亮 同时出现了 那是两名 身材看上去 一模一样的骷髅 金色的骷髅一身甲皱 黑色的骷髅一身法袍 正如彩儿所预料的那样 这最后两大圣卫一同出现 而且 从这第六层的情况来看 有着中央那层白色的屏障 它们各自施展领域 是不会被干扰到的 轰的一声 灰色的食指杀气 猛然冲击在那白色屏障 鲜薄的横结面上 永恒之塔的第六层 也是略微地摇曳一下 而那白色的屏障 看上去千薄 可实际上 却是无比的坚震 这样强烈 而锋坠的食指杀气 根本无法对它 造成任何的损伤 像混沌属性 还有空间属性 陈英尔和王媛媛 几乎是同时开口 它们的眼力 随着实力增长 也变得越来越强大 刚才那白光摇曳的过程中 它们都感受到了 自己所熟悉的属性波动 混沌与空间的组合 形成了这层阁膜 两名骷髅同时动了 光战时背后 骤然出现了 一双巨大的金色灵异 身体化成了一道流光 直奔踩而发起冲击 这个技能 与龙好尘的光速闪 有着几分相像 但是速度甚至更快 在它发动的一瞬间 之前所站的位置 一团烈阳般的光彩 骤然闪耀 浓烈的光元素波动 顿时以粘稠的方式爆发 光明闪耀 另一边 黑暗法师也是举起了法章 在它身后 一轮暗紫色的上弦跃出现 同样是粘稠的 黑暗属性 也是随之迸发而出 光明与黑暗 根本不可能真正的融合 但是 当这两大强者 同时发动的一瞬 财尔的身体突然就凝固在了 光明与黑暗的核心位置 也就是说 那道分割了两大属性的混沌 与空间屏障 就在它身体正中的位置 而此时的它 左侧是黑暗 右侧是光明 身体被固定的 必须要同时迎接 两大强者的攻击 没错 光明与黑暗 无法真正融合 可是 在这份巧妙的设计下 财尔却被限制在了 这个永恒之塔第六层的 中央位置 要同时承受 光明与黑暗领域 与强大技能的撑击 它就只能在这 中间的这条直线上行动 光明与黑暗领域的限制 在发动的一瞬间 就将它逼入了绝境 光之沉袭的众人 脸色已经是全部的变了 这第六层的考核 和前五层相比 难度提升实在是太大了 原本他们以为 第五层的考核 已经是太过艰难 他们面对了 拥有领域的强者 而这一关 彩儿所面对的 不但是两名强者 而且还有同时承受 截然相反的 两种属性的攻击 光明与黑暗的排斥力 何等恐怖 也但这两种属性 同时作用在他们的身上 那么 但是属性相吃的威力 便足以将他们的身体 给撕得粉碎 面对这样的绝境 彩儿却没有丝毫的慌乱 右手贴着死神镰刀 他整个人 都显得十分沉静 一步跨出 他的身体也动了 直显前进 这一刹那 彩儿的速度突然达到了 难以形容的恐怖程度 甚至还超越了 那名已经拥有领域能力的 光明战士 几乎只是一闪身 他就与那光明战士交错而过 甚至也越过了黑暗法师 他并没有发动攻击 这是什么技能 能够看到的只是一条灰色的身影 这样的速度 就算是久迭此刻 也无法达到 随着彩儿的身体前冲 那一只悬浮在半空之中的 死神光影 终于是落了下来 追在他的身后 就像是一道残影般 在不断的缩小过程中 最终融到了彩儿的身体之中 神讲术 在光之沉溪里面团的众人心中 都出现了同样的词汇 只是 他们现在都不明白 彩儿施展的这个神讲术 是什么 早在他们战斗于第三层的时候 这个死神光影便出现了 也曾经短暂地 投入到战斗之中 但后来 他却一直存在着 却始终没有被彩儿利用过 一个神讲术 需要酝酿这么长的时间 并且 还能够保持这么长的时间吗 灰色 无尽的灰色 彩儿整个人 已经陷入了 一片灰色之中 当那死神光影 与他身体融合的一瞬间 他的身体 似乎变得更加修长 背后的灵异收缩 一层宛若水波般的灰色光芒 在他的身体流动而过 当彩儿在远处 缓缓转过身的时候 他的眼瞳颜色变了 不是黑色 也不是灰色 而是一种 深邃的白色 白色一般会给人 洁净的感觉 可彩儿眼中的 那份白色 却似乎有着 无穷无尽的魔力 以至于 当他转身的那一瞬 黑法师 和光战士的动作 都是一致 甚至 没有第一时间 发动攻击 一层灰色的光照 也随之从彩儿身上蔓延出来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那混沌 与空间组成的 中间分割险 竟无法在这 灰色光照内存在 此时的彩儿 就像是镶嵌在这 中心结界上的 一块巨大宝石般 这种感觉 已经不能用 奇异来形容了 他身上的杀戮气息 似乎 也随之消失 只有冰冷的死记 但这份死记 又不是 死亡气息 长裙飘飘 无风自动 彩儿眼中的白光 越来越强声 死神奇觉 死之伤 彩儿动了 死神镰刀在出手的一瞬间 已经完全变成了 沉静的白色 而他这一击 并不是针对 两侧任何一名对手 而是直接斩向了 忠心姐姐 是的 他要破开这姐姐 没有如此 他才有机会 否则 光明与黑暗 两大领域的夹击 他最终的结果 只有失败 黑暗法师法杖前指 一道漆黑的光芒 破空而出 与此同时 他身后的那轮上弦月 也是随之向前飘飞 一道深紫色光芒 追在那黑芒之后 光战士 没有再发动冲锋 手中的重剑指天 那一轮烈氧 迸发出 无与伦比的璀璨金光 金光闪耀 就和那紫色月亮一样 照相彩儿 吃了一声 刺耳的割裂声中 白色屏障影声破碎 黑暗与光明之力 瞬间在中央聚合 但是 就在这两种 截然相反的力量 碰撞的瞬间 紫月与金阳的光芸 也在彩儿身前 碰撞在一起 黑暗法师 先发出的一道黑芒 被彩儿的死神镰刀展开 却也令她的动作 迟钝了一项 下一刻 紫月与金阳的光芒 就碰撞在了一起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当着两大领域的力量 碰撞的同时 整个空间突然像是凝固一般 那失去了中央结界 本应产生剧烈碰撞的 光明与黑暗 在这一刻 全都在他们各自的位置停顿 并没有出现 想象中的碰撞 而呢 紫月与金阳 也在这诡异的一幕中 居然在发生着重合 紫黑色 与金黄色相互交织 形成了一个 宛若阴阳于般 只有人头大小的光球 看到这里 整个光之晨曦 列幕团的众人 也是不禁地打了个寒战 这是光明与黑暗的融合 双属性融合魔法 融合魔法他们都见过 但光明与黑暗的单纯融合 却是想都没想过 陈银的元素秋龙 可以让六种属性 暂时融合 爆发出强大的威力 但是 它那种融合 却是有取巧在内的 比如 水与火 光明与黑暗 都必定被其他元素分割开来 绝不能接触在一起 否则的话 它必定完全无法控制 但此时此刻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什么呢 光明与黑暗融合 后所产生的魔法 而且还是光明领域 与黑暗领域的融合 别说是见过了 就算是在人类的所有典籍中 也没有过这样的记载 而这样的光明与黑暗融合 又能爆发出 多么恐怖的威弄 彩儿 能挡得住吗 恐怕 就算是换了魔神皇在这 也要为之色变 这第六层考核的难度 远远地超出了他们的判断 这两大圣尾 居然连这样的融合都能完成 怎么可能赢得了呢 在那光球出现的一瞬 两侧的光明与黑暗 就像是找到源头一闻 疯狂地向着光球中聚集 那两名阔鲁眼中枪着之魂 也在剧烈地跳动着 整个永恒之塔 在这本融合中 都在疯狂地剧烈颤抖 一旦这样的融合爆炸了 甚至不知道永恒之塔 能不能够承受得住 这可是两个纠结领域的融合 而且是爆炸性的融合 也就在这个时候 彩儿第二次发动了攻击 白光巧然地收敛 他整个人 似乎都变得 晶莹剔透起来 就像是一块 洁白的玉石 雕琢而成 死身镰刀钳指 彩儿的身体 巧然滑行 居然就那么冲向了 融合了光明 与黑暗的光球 一道奇异的白光 在死身镰刀上 蔓延而出 看上去 像是一道丝线 轻巧地 搭在了那光球之上 紧接着 诡异的阴幕出现了 那白色的光线 就那么徐徐切入了 黑暗 与光明组成的 光球之中 轻巧地 剥离着 里面的一切灵力 两侧的光明与黑暗 融入停顿了 光明战士 与黑暗法师 眼中的灵魂之火 都在剧烈地 跳动起来 不与而同地 再一次地 发动攻击 灵欲融合 本是他们 最强大的一击 如果不是 彩儿的死之伤上 隕含的净化之力 令他们 发自内心的恐惧 并且 破开了光明 与黑暗之间的屏障 他们 也不会轻易地出手 可彩儿这第二次的攻击 却再一次地 令他们为之震撼 那看似细微的白色光线 比之前的死亡之伤 更加地可怕 那是一种 任何属性 也无法抵御的 净化之力 光明与黑暗融合 谈何容易啊 必须要有一个 特殊的平衡点 两者之间 保持一个巧妙的平衡 既不相互冲突 又不相互吞噬 这是极难掌握的 而且 必须要达到 固态的元素 才有可能做到 可是 在那白色光丝的玻璃之下 这份平衡 还怎能保持 金光与紫黑组成的 双色光球 瞬间就产生了 极其不稳的波动 眼看着 就要爆炸了